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王磊老师和我一起为大家讲解 第四届孟百合碑 世界为其公开赛 决赛五番胜负的第三局 是由米玉婷九段对阵谢科九段 王磊老师您好 陈盈您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我是王磊 今天确实很高兴 能和大家一块来欣赏 第四届孟百合碑 五番棋决赛的第三局 这两位对局者 也是非常高水平的选手了 是 恰逢咱们五一节 咱们能在央视的支持下 有机会欣赏到这种精彩的比赛 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是的 今天是决赛的第三局 在前两局双方战成了一比一平 是的 所以说从五番棋的角度 今天这番棋也可以称为 这个孟百合碑的天王山 对 天王山之战 谁要获胜就将率先拿到赛顶 是 一般来讲呢 这个五番胜负啊 这个第三局呢 他就是天王山 怎么说呢 就是 如果这盘棋获胜的话 感觉啊 就是拿到孟百合 这个奖碑的这个概率啊 要大很多 至少一只手已经抱上去了 是 所以啊 今天这番棋 两个人可以说是 都是卯足了劲 因为根据咱们的赛程啊 也是29 30 年下两天之后呢 休息一天 大家可以调整一下 不知道呢 经过这个调整之后 两个人 谁的状态更好呢 是 这番棋可以说 两个人都志在必得吧 是 那咱们赶快进入到棋局 对 因为棋局已经开始了 我们赶紧争取来 跟上实战的进程 这番棋是谢科之黑 敏玉庭的白棋 这个也是第三盘呢 也是双方的交换黑白 对 如果战成2比2 第五盘才重新拆线 这个谢科之黑的这个布局呢 也是他最近频繁使用的 和第一局也是相同 是 这可以说是 他的最得力的武器吧 早早的第五手就点33了 现在这也就是 人工智能的布局 对 谢科是比较喜欢实地 所以说碰到点33 他一般是不会错过的 是 而且呢 谢科他本身呢 是2000后的棋手 一般呢 咱们是不是特别年轻的棋手 就更容易 这个使用人工智能的招法 我感觉80后的棋手 好像使用的还少一点 对 这年轻人嘛 他对于新事物啊 都是接受程度比较高 对 因为在咱们棋检 80后是正宗的老同志了 现在还活跃一线的 去之可数 努力还有时候下一件比赛 对对 谢科00后呢 才是当打之年 是 也是咱们这个中国围棋的主力军 谢科呢 就是00后的这个优秀代表之一 他好像也是第一位 打入世界决赛的棋手 00后 对 就是00后啊 而且他还不是打入一个 打入俩 对 好事成双 是啊 所以他是这个段位 我们看到他是九段 他就是直接坐着这个直升车 就直接升上去的 对他如果靠这个慢慢一盘一盘积累啊 那估计还得个几年时间 是 但是因为他获得了已经进入两个决赛 世界大赛的决赛 另外一个是除了孟百合以外 另外一个是硬石碑 硬石碑 这样根据我们中国的声道规则 他就已经可以说是九段了 对啊 在此之前 我记得谢科是个七段 哎呀 说实话 现在我们都不太注意他的段位 段位了 一般来讲我们都看等级分是多少 对 现在我们一般这个衡量起手的这个实力的标准呢 是等级分 当然这两位都是非常靠前了 是啊 爬 这个都是非常长 对 现在都是长的了 以前我们的定式都是搬的 是的 搬了连搬 这也是我推荐的下方 这个我也不怕大家烦 因为这个很多事情就重复说呢 才能够更有效 这个定式呢 是我推荐大家这个对付黑器点33的下方 那这个到时候黑器也不走脑子 就把它打爬了就算了 这个定式好在哪呢 一个是它比较简单 另外呢 它通用 它是一个这个万能钥匙 你基本上什么场合用 都不会吃太多的亏 是 当然这个是对于高手呢 他不愿意这么下 因为一下完这个脚就下没了 体现不出它的水平 但是啊 咱们很多的业余爱好者啊 其实特别喜欢下这白器 觉得这一上来 这本来是胸位是我的脚吧 比你点了33这个脚 还是我 对我也一样 我也喜欢下这个白器 真的吗 对因为你点33就是想躲我的脚 我这么一下呢 哎你躲不着了 这我就很开心了 哦因为啊 以前啊 其实这个定式 为什么没有那么流行呢 是因为我们大家不敢下 嗯 对 是 王林老师 我当时学习的时候啊 老师是怎么告诉我的 这一上来啊 你就被人家凌空四个字拔一个 这大亏 这定式 别看它站了脚 其实呢 这个是黑起便宜 那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 这么一分系 看来啊 应该是两分了吧 至少 现在就是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啊 五年之前啊 阿尔法狗成功出现 王公出世之后 现在以前传统的危机理论啊 我不说百分之百吧啊 也几乎全部被颠覆了 哦 包括这个定式啊 这个定式啊 人工智能认为是两分的 嗯 那么我们要不再往实战 好 追踪实战吧 嗯 因为他们已经进行了不少步了 我觉得这个定式啊 这个咱们的爱好者啊 可以经常使用 因为不会错呀 如果真的是 真是跟人家走这个 米式飞刀的话 弄不弄就中套 就有陷阱 这班连班多简单呀 对 除非你这个深有研究 你才能来点复杂的 要不然咱们就解明 对 然后米云廷这部挂啊 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啊 因为在第一盘手机里边 它是高挂 它虽然第一盘获胜了 但是呢 它这盘机却选择了低挂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不让你摸清我的 套 对了 因为他们俩都是国家队的队员 平时呢都是知根知底 是 谢克呢 对AI的研究是非常是精通的 所以说这盘机第一盘 它输了之后 它回去肯定是抱着个AI 对 肯定研究 一同研究 米云廷知道这一点 所以说他 这盘机 你还想着我要挂是吧 我不挂了 我变成第一挂 想出其不意 这个米云廷的大赛经验 也非常丰富 是 虽然赢了我也换招 让我不好准备 但是谢克基本上 他这个如果只研究一招呢 他也是不能有这么出色的成绩吧 所以说他也很快就接了一个 意思是你这个小话 小飞话我也研究过 意料之中 两个人布局下得都很快 这个时候 就飞一个 他又选择了飞 寻求一点小变化 这个走在这 这是这个人工智能推荐的 这个我们传统一般是拆 对 其实这两个胜比差不太多 这一步棋呢 可能是更有效率 这一步棋呢 更结实 跟这一手棋是不是也有关系 如果它小肩好像就砍拆了 这个平时很用功啊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小肩 那这步走在这儿的就是很少了 基本上就会要走就走在这儿 你要是个小肥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以后白棋有拖 这个字很容易安定 所以他这边肚子呢 就可以卖得大一点 这是他这个其中的逻辑吧 是 要黑棋在上边 这也是绝好点 这个家的位置也是不远不近啊 刚刚好 然后白棋选择了反家 退一路 退一路 这个棋也是啊 就是看清白棋这个字啊 这个啊 率先安定上面的三个字 如果你要是选择这样尖出来的话 那么这边被 对这边 对黑棋这样攻过去啊 这个有可能两块忙活啊 这个两块鼓起一块忙活的这种场合呢 我们呢 在实战中应该尽力是避免的啊 对 攻不过来啊 尝让攻击那也是容易吃苦头 是 所以这个棋呢 每一听选择的是 看清这个白棋的子 那黑棋飞压住 这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小堡垒的形状吧 如果说白棋这个子呢 就这样无机而终啊 那这个也是比较心痛的 所以说白棋接下来拖 这个是这个局部的后续手段 寻求一点借用 但是其实啊 我看以前咱们很多棋手下棋啊 那个拖一个就先不走了 就放在那儿 反正就觉得黑棋啊 大概也不会花一手棋 这么过早的去补一个 那这盘棋 为什么白棋会那么着急的 就要在脚上就出动了呢 因为它也不一定是要出动 它这个是一种适应手的这个意图吧 因为这个地方你要现在不定型 你以后再走 就可能会生出别的变化 所以它现在就拖 你看它实战拖了连班 它先考验黑棋 看它从哪边打吃 你是吃这个还是吃这个 这个局部黑棋只有这两种下方 它率先让你回答 省得你以后这个不听招呼了 但是我对于这个局部 我看黑棋永远都不可能吃三路 因为吃三路数下去之后 这还得补一个 这个形状也太重复了 是的 这个局部目前的场合 黑棋很难选择吃这个 但是说实话 吃这个的场合 有 适应也有 所以说白棋才要现在让你回答 仅防你今后生出别的变数 像这个场合 黑棋因为这地方子比较多 自然不愿意让白棋做活 所以它选择了 吃了吃的 吃了吃 不给白棋轻易地做活 但是白棋这个地方 本来也想的不是一定要活棋 它是要寻求利用 它的利用手段就是跨着你 这也是很漂亮的一手 是啊 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手段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给它记一下 因为这个棋型特别实用 我们在对局中经常会出现 这个就是手术有点多 各位棋手 需要一些集中精神 来看这个后续手段 这如果说接下来 白棋继续要走的话 白棋会先靠这个 这次序一定得记好 然后你挡 然后它再断 这里往你方叫吃 你得沾人傻 这时候它不是说往那吃 是单肠 看你走什么 这个要中子 所以说它肯定得补 你要补这样效率是最高的 你补这个的时候 它就这样接 然后就提掉 提掉 然后它一爬 那也没办法 只能走个钉刺 钉刺 然后它气子 顶着这 你管它家主 这个是白棋就想着 就采用一个气子的一个下法 这个白棋一定得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就当初黑棋这个形状是非常厚实的 白棋你要想把人家全都给活了 那是不现实的 寻求进用是本分的 你看现在黑棋 白棋获得了一二三四 这些都是有效子里 这比较便宜的 这个局部的后续下法是这样的 如果下手这样也是两分吗 对 这个差不多 大致上是两分的 因为我想这个时候其实肯定会有棋 我问王磊老师 我这个脱的这些子全都被人吃了 这不是亏多了吗 所以我说这一开始你一定要记住 这本来就是黑棋的势力范围 是人家家地盘 你在人家地盘 你肯定是不能说是连时代拿的 对不对 那不合适 所以这地方一定是属于黑棋的 你就有点便宜就应该能够接受 是 你别说实战 米玉廷走成这样之后 他就觉得这地方留下了很多借用 然后他就脱先了 那这个黑棋没有挡 黑棋是拐的 黑棋是拐的 如果说要走这个的话 那可能就会象征实战那个结果 这个谢科之所以选择这个馆 他也是认为这个党可能不是很开心 他不愿意被人家外边这么包一圈 他不愿意让人家得伤所厌 所以说这个棋 实战 这个米玉廷也就没有先靠 这个地方两个人还是用了一点小心机的 米玉廷实战选择的是直接先 一切都保留 这个地方要走白棋就是靠的 你不走 也可以 这个棋盘毕竟是自由的 你说就像你这就把自己当成自己家的银行存款 你现在不取也不要紧 他也跑不了 反正黑棋怎么说也不肯花一手去补 你比如说你要花一手补的话 那你自然是比较慢了 速度重复 那白棋就抢一个大厂 所以说不走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要走就是碰在这 这个如果要换作我来下 我可能就赶紧开心地把这个走掉了 没那么多追求 对啊 这不是已经争子有力了吗 也不怕人家挡啊 他又在这又飞了一声 这是说明这米玉廷是比较有追求的 他以后还没有其他更好的 谢科呢也比较契合啊 你既然不把这些瓶子走掉 那我就补 但是这个补上了吗 我想问一下 它补不补上吗 我觉得啊 这个棋 这不飞呢 稍稍显得就是有点 看不太懂 如果说要补这块毛病 那难道不是补在这儿是 补在这儿是最干干净净的吗 是不是 为什么要往这儿飞呢 往这儿飞的话 你跟着白棋走 是不是还有可能亏损 所以这部飞呢 这个可能是呢 有点稍稍的小小的疑问吧 人工智能并不这么建议啊 飞棋会下在这里啊 但是呢 因为在不急阶段嘛 这部棋呢 也没有说是胜率降到很多 这个你一飞之后 米玉廷非常犀利啊 对 你一飞之后他就来 正好还来 他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这时候 你要打的话 下成刚才那个变化 你想想这地方啊 黑棋有个子 这地方再有一个子 那你是不是 重复 非常重复 是 对对 所以米玉廷非常黑啊 他现在你一飞 他第一时间就来碰你一下 你如果一打 你就终结了 那这个时候 好像多了这个子儿也没什么用啊 从上面反击好像也不行 对啊 但是这个谢科你想想 他能进两个世界比赛的决赛啊 又是孟百合 对不对 又是硬是威的啊 他肯定不摆给 你碰的时候人家不挡啊 人家选择拐这个啊 换一种下方 这个两个人在这里也是 进行了一场这个 心理上的交锋吧 是啊 他总得让自己 刚才下的这首棋有面子 对 你不能是让这个飞白飞啊 是啊 但是呢 米玉廷是不管啊 不管三天二十一 继续在这地方 这个做文章 米玉廷他这个棋的这个风格呢 就是特别凶悍 抓住你的机会 他会一直就逼着你啊 跟你对你紧紧纠缠不放 对啊 你可能一顿乱拳 就把你给捶到钩里去 是 所以这个属于是非常难缠的 这个一个对手 但是呢 谢科呢 我们不要忘了啊 谢科的特点 跟米玉廷其实差不多 两个人都是特别擅长于 这种近身肉活战 两个人一顿 要真的是战斗活动开来啊 就有点像那种 功夫片里 两个人 令你这个眼花缭乱的交手 很好看 你看这个局部就是 两个人就开始了 这样一冲 然后呢 谢科呢 也就啪 对 又一搬 这个地方两个人都是 拧着对方走 对 你想让我往东呢 我就一定要往西 嗯 你搬之后呢 他不是想让白棋拐他不拐他 从这儿搬 从这儿搬 你看黑棋这样 一吃 是吧 然后他也不跑了 也不跑了 又从玉红这儿来 这两个也不跑了 你看这个地方精不精彩 你看你一吃 你也不能转换 对 形成一个想象的转换 啪一双吃 实在应该是先吃这个 对 吃下面 一走 然后提掉 一提 然后黑棋也一提 然后白棋再一拆 这个眼花缭乱的转换形成了 是啊 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意外的结果 对 其实在我印象中啊 这个 我对米玉婷的认识就是 他的局部计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因为什么呢 就是在开始我们讲这个点三三的定式的时候啊 我说了一个米式飞刀 为什么这个叫米式飞刀 其实就是以米玉婷这个名字来得来的 因为他非常的喜欢啊 下这个点三三飞了这个定式 然后据说是下黑棋 黑棋便宜 下白棋 白棋便宜 有这么一阵 所以呢 才说他的这个局部的计算啊 真的是非常棒 是的 但是我也要想做个小小的纠正吧 就类似于像什么微积分 究竟是谁发明的这个类的问题啊 其实这个虽然被冠以米式飞刀的名称 但是第一个使用的人并不一定是米玉婷 只不过是在他手里发扬光大 对 他下得好啊 他黑棋也能便宜 白棋也能便宜 研究的最深 就是说米玉婷对局部的这种小变化 研究的也非常深 是 这个地方一通精彩的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转换之后呢 这个其实我们冷静一分析 谁好 协助AI 也还是差之差不多 哦 还是两分 大致差不多 那这首棋不是已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吗 如果按效率来讲 您下个飞 我也下个飞 我们继续看它有没有作用 我们再往下再看一步 你就知道它有没有作用了 它有作用 我们看看啊 下一步实战 那这部棋要下哪呢 让大家好好想想 反正啊 这棋肯定不能是简简单单的压一个 那你一样的白棋 如果压一个的话 那我倒是没看见这个飞有多大的作用 那就体现不出卸和的力量 那敌之要点乃我之要点是不是 对 既然王磊老师这么想跳一个 那看来啊 这棋打入就是要点了 这个地方好歹你也算是走了一圈后市啊 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像我们之前说 这本来这个角应该算是黑棋的地盘 现在哗 被白棋洗劫一空 那你的收益在哪呢 收益就在于这个地方变得特别厚 非常厚 那你后市用来干嘛呢 后市不是用来看画的 它得去作战 进攻 进攻攻击 它才能发挥作用 这不打入呢 就是发挥黑棋后市的一个好点 然后这时候呢 白棋如果你比较简单的这么处理的话 它就跳了 它就一跳 你看你三个两个子 估计有一个就够呛了 所以说米一婷这个力量虽然大 但是它也绝不满盖 也还是力量虽大 也还是会绣花的 你看它这个实战处理的 非常的巧妙 轻巧 我的第一感是想把它给盖住 你这是属于比较凶悍的 如果这个地方你能盖住 这不去一定是好期 但是可惜呢 你要现在走人员人一搬 你一退人员一长 你这个又断不了 你可能时机还有所欠缺 还需要做一点准备工作 你看看米一婷怎么做准备工作的 它这个下得很巧妙 对 这个局部这个定势 先建议一下 定势不是经常搬了靠吗 但是现在周围子太多了 你不太敢了 这个定势就不实用了 我还以为这个定势是万能的 什么时候都可以搬了靠 这个地方黑漆没有这个子 你这个搬了靠是可以的 人家这有个子 但我经常看 就是差不多这边有子 人家都是搬了靠 都可以 你现在也不行 现在你要注意这人家太厚了 我是指这边是空白状态 不是 我经常看见 就是大家就这么拆一个 拆一个的时候可以搬了靠 就是这边子太多的话就不行了 太靠了 你在那地方作战 你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他这个子在 这个子在这 打热 打热 然后 斬 然后 然后这时候万能的搬了靠 不能用了 他就变一下 变形 先斬 然后 然后再糊 然后黑气沾回去 这个地方两个人下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孟百合杯的决赛 是上午10点钟开始 就在江苏 卢高 这也是孟百合这企业的老家 老潮 所以说我们现在 进行到现在 实际上他们比赛应该还在进行 我们在进行直播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这个是我们已经在上午看过了 这个进程 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 到目前为止 两个人可以说都下得非常好 是 和这个决议的吻合度非常高 要不然我们也可以看一眼 这个到目前为止 决议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决议的这个人工智能做助手 看看决议给出来的目前的这个胜率情况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眼 决议给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已经 已经是过了几手了 过了几手了 它是搬了斧之后的一个变化 黑棋是32.4 黑棋跳了一点 这个也不要紧 就是从这个哪怕是过几手的变化 也可以说明 现在黑棋32.4的胜率说明什么 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旗鼓相当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胜率 白棋起始状态就是60% 对 起始状态就是人工智能认为是白棋占优的 所以说目前为止 如果是黑棋是32.4的胜率 那说明两个人下到现在 还是差不多 都下得非常好 但是白棋稍微的占了点便宜还是 那两个点咱们就不计较 当然对于人工智能来讲 两个点可能有很大区别 而对于我们完全没关系 因为我们一手棋的浮动可能就是十来个点的上下 是的 那么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实战 好的 这个一胡 瞄着这个一路半去做活 所以说黑棋这些打呢 也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步棋 对 一般呢 就是这样的形状好像 总是要打上去 这个十有八九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白棋多了这两个子的借用 然后他这边就带冲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有一个阿鲁托的后门 所以说这个此一时比一时 刚才冲出来 那两边可能有一边就要阵亡 那我怎么还是像 我觉得这一给它盖住 它这子不就跑不了了吗 先来看一下说此一时比一时 因为现在情况变了 你现在多了这么多子 你再吃这个 你就不想小吃它了 人家就不要了 对 现在是 对 我想了这么 老外老师您再搬搬看 搬不出来了 对 我不敢搬了 对 不敢搬了 现在这个此一时比一时 这个多了三个兄弟的援兵 那你现在胆气壮起来了 你就要来点厉害了 从这 然后黑棋呢 也不愿意就轻易地服贴 然后白棋呢 再飞一下 等你冲的时候 它再拖过 这个因为你现在吃这几个 是吃不了的 你这个还要 冒着被你要阻肚的危险 这是一个调子 这样就把黑棋这个 走中了 走中了 你要不走的话 被人家趴一扳 被人家裂过 这个次序非常好 对 现在 然后呢 下这个时候 黑棋是去哪里 就脱先了 这地方就是告一段落了 刚才呢 其实咱们看到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析 就是从打入这边开始的 对 对 这个两个人就为啥说都是现在高手呢 我们在这个 在五一期间 大家都放假 但是呢 咱们这个央视的工作人员 还有谢科米玉婷呢 还在这个孟百合 这个在如高 这个在进行这比赛 等于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了 是啊 大家辛苦了 是啊 但是我们很有幸啊 因为在五一期间 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这个对局啊 你平时你忙于工作 你可能还没时间看 对 下到现在就可以说 不说招招吧 但是步步呢 也都跟决议 跟人工智能的这个推荐呢 差不多 哦 不愧为是这个 因为孟百合本身就是世界顶尖的大赛 对 这两个人也是顶尖的高手 然后又下出了这个顶尖级的这个对局水准 是 这个我们五一也是大饱眼福 对啊 而且呢 这个别以为 这不是又是啊 又是这个 决议的推荐啊 很厉害啊 谢科 因为刚才我就说 这个大家肯定看到 这个谢科也是中国选手 这敏玉婷也是中国选手 你们这个是世界赛吗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这个 中国棋手提前包揽了四强 所以呢 在四强的选手中 都是咱中国棋手 对 就是在八强的时候 在孟百合被八强的时候啊 也比较有意思啊 谢科等于是立了一功 他把这个唯一的一个 日本选手给淘汰 一立了 给淘汰出局了 所以说那班棋也是比较经典啊 因为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大赛 就那时候啊 因为日本那也来不了啊 通过网络进行的 所以说谢科呢 也是为这届孟百合呢 咱们呢包揽四强 也立下了这个一个 一个功臣 打工 是 但是米玉婷其实跟咱们孟百合杯啊 也非常的有缘分 哎呀我知道了 你这个 那您来 米玉婷他为啥有缘分呢 第一 他是首届孟百合的冠军的获得者 对 赢了鼓励 对 那班棋 那个还很精彩啊 鼓励打了一个老勺 然后米玉婷就笑咪咪的笑纳了 对啊 还有第二呢 还有第二 对啊 那就给你来了 第二您就不知道 是的 咱们这个米玉婷啊 他是江苏人 咱们这个孟百合杯啊 就在江苏如高举行的 所以呢 这个算是米玉婷主场作战 是主场作战 天时地利人和 他也战了 所以呢 这个现在这样看起来啊 那个谢科和米玉婷 在这方面真是旗鼓相当 是的 但是呢 谢科呢 有一点小小有力的地方 谢科的年龄呢 比米玉婷小四岁 对 小四岁 对 谢科是00年 这个出生的选手 米玉婷是96年 是 有有力之处啊 必然就有不足之处 米玉婷不是第一次进入世界大赛的决赛 这个谢科虽然有两个这个世界大赛的决赛的入场卷 但是孟百合是先下的 他是 对啊 他这个这样的五番胜负世界大赛的决赛 那他可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米玉婷是已经清除熟路 经验上比他要丰富一些 你说的对 那我就再给你补充一点 这个谢科呢 他这个很有特点啊 他的国际比赛成绩远远好于国内比赛的成绩 你比方说啊 你像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 你国内比赛你好歹得有几个冠军头衔撑撑撑门面 你像米玉婷大概有六七个 包括咱们央视举办的这个CCTV杯 他就拿过冠军 但是谢科他拿过什么国内比赛的冠军吗 你包括回忆回忆 对啊 这我就还是开始挠头了 还真是 国内比赛冠军屈指可数的情况下 已经进入两个顶级大赛的世界大赛的冠军了 而且他还获得过一个是世界青少年新锐比赛的冠军 所以他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谢科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 他这个碰到这个大赛的时候 他敢上敢拼 他能发挥自己的水平 是啊 所以说为啥两个人下到现在 仍然是难解难分啊 对啊 就是两个人都是半斤八两 齐锋对手 讲义良才 是啊 他们的比分呢也是一比一平 刚才呢我跟王磊老师啊 两个人应该是PK了一下 米玉婷和谢科的这个优点 这个咱们卖 方谢没有分出来胜负啊 对啊 各有所长 所以说啊 这胜负啊 还得在棋盘上见分枪 我们来继续看啊 实在的进程 这个一打入啊 这个打入呢 是瞄着这不碰的啊 这个米玉婷也小得厉害啊 赶紧老老师 挑一个 这个都非常的本分啊 这个是投石问路的一首吗 这打入完了之后啊 他又脱鲜了 这个说明是非常灵活呀 非常灵活 对刚才呢以为这个 贴完了之后 白旗脱过要接下 他打入一个 又回到这了 这说明他这个间接 照顾这黑旗这三个字 是 这个歌我们以前啊 老师会批评我们 哎 你这下棋怎么 东以狼头吸一棒子 那这他这个 咱怎么理解啊 你这说的非常对啊 思考的视角不同 这个地儿还能跑出来 你听他的棋的特点就是这样 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蹦在这儿 伸出一只拳头 把你给下一大跳 像这不跑就下了我们一大跳 但是你仔细一想呢 发现他到处飞的时候 可能就预料到这不跑了 因为没有了这不飞 你可能就被他争掉了 有了这不飞 哎 你看黑旗还真是该弄眼 那我这回头一想想 这个飞简直是一子多用了 对呀 首先防了人家搬头搬住 然后呢再有呢 把黑旗走中 没想到他一时三秒 还瞄着这个跑出来 对呀 这个一跑 跑到一颗 就是谢科这么大力量 也没招 你看你吃不掉人家 虽然说是看着他 好像很勉强啊 到处都 他一口气差不多 被人家打死了 吃不掉没招 对 这手机我太意外了 哎呀 这个地方谢科那么一天下得好啊 这一吃这一天 你看 把这个子力啊 全都发挥到了极致 让黑旗全都 走在一个最脚里 他把旗子都走在外边 对 那觉得这个白旗啊 就走到他这儿 这不是已经便宜了吗 这提呀 这不提被人尝刷 你不是白走了吗 他又拖鲜了 哎呀 所以说高手嘛 这高手 他这啪一般啊 他认为那也是枝节 他这个已经便宜了 但是说句实话 这个我觉得这个提一个 还是很大的 对呀 他尝出来 这三个这个字 基本上都废了 不太能动了 这一提之后 这个黑旗不能动了 这么大他都不走啊 是 确实是这个比较出人意料啊 我们再来看实战的进行 这一连班 是瞄着把这三个字给惊吞 是 黑旗这么看来 倒是也孤不上走那边 这边他也不能给你打一下 那真是被打中了 头晕眼花 受不了 这个推一个 哎呀那你看 黑白旗这个班族是便宜的啊 是啊 阻止了这个黑旗 这三个字的这个回家之路 嗯 然后下一步白旗 呃是走的 是乃根了 对 我在看这边能有什么好的招吗 哦 下边白旗 对呀 选择你既然不走 那我得走啊 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契合 是不是 要不然不是显得很没面子吗 好像处处都是你 你下得好你的厉害 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被小米给搞晕了 这个怎么 这边走一下 我以为啊 他要对这三个字 有什么强有力的进攻手法 嗯 他不走 我认为那个题非常非常的大 嗯 他还不走 走这儿来了 那我跟你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 他是不是把这个跟这个视为是 他已经必得其意了啊 反正都是我兜里了 你走这个我就走这个 因为这一长 基本上黑旗这三个就没有了 你要跑这个我就走这个 那既然他已经二选一了 那他不着急了 他就走这儿了 他就走了一个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局部 您看黑旗要走白旗 他也不好走 我看他可能也就在这尖顶一个 你要尖顶我 我这个什么有拖啊 这边有拖啊 那不好走啊 你的意思就是这不起 不是太着急是吧 对呀 那你 那你着急哪个呢 我看这个大 这个也大 哪怕拆一个也大 那为什么会走这个 其实这个也不小 因为你毕竟把这个字制住了嘛 是不是 而且你还产生了下一手 这个飞的好点 我们说啊 往往你走一手棋 那下一手能随之产生一个 很大的棋 那你这步棋就不可能 是很差的一步棋 你根据这个逻辑来推理 你看这煎完之后这个飞很大 对吧 那你这么煎 你不会太长 我就是觉得 你看啊 您一煎 黑旗也有齐下了 好 白旗搬一个 嗯 那我就挡上 那你看他不是等于先手 把你这个字给制住了吗 也还是有所得的 嗯 然后他选择是继续去哪里了 又拖鲜了 又拖鲜了 哎呀 这个地方没有齐吗 真是善于拖鲜了 这个 这个地方我想的是 它是这样 首先这个籽的价值并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算跑出来 你看白旗这块鲜活得很清楚 嗯 第二呢 白旗去 你也不怕白旗吃 因为你一吃 你看我这一打拔 对 特别舒服 这一打拔 本身就先手拾木 你吃了我有没有拾木 还不知道 有可能还帮人家解决困难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他也不着急跑 也不怕你跑 他又拖鲜 飞一个 为什么我看见 两个这么大的这地方 他都不着急走 嗯 因为他视为建核了 必得其一啊 所以他不着急走 啊 黑旗当时也挺配合的 他也不走 这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两个人 维系号称手谈的原因呢 嗯 就是通过他们这个 这个落子啊 他们已经对这个局部 达成共识了 哎 一个说哎 这个我各必得其一了 另外一个说哎 你说的对 这个地方 一人一个啊 我承认 那我也不走 两个人就达成一种默契了 对 呃 绝一 绝老师出马啊 看一眼现在的形势如何了 哎呀 绝一老师说啊 白旗 如果说白旗现在啊 在上面提一手 白旗的胜率有81.5啊 好像挺像人啊 您看我说这提大吧 对 你说的很对 绝一老师也说这提大 好 绝一老师 是不是跟你学的 那怎么高呢 开玩笑 咱们现在所有的人啊 各个高手啊 都是比你高在哪里呢 就比你高 是看你跟决议学到了多少 对 你跟人工智能学到的越多 越能说明你水平高 是 目前就是当前这个局面啊 决议老师给出的意见 就是上面一提啊 就是白旗有胜率81 但是我要给大家补充一点啊 嗯 决议呢 自从升级之后啊 因为决议这个团队还在继续干活 嗯 它不断地优化啊 决议的实力还是不断地在提高的啊 这个增长的曲线还没有到头 它不断地升级之后 它带来了一个令人烦恼的地方 就是它越来越严格了 以前呢 决议呢 它就像是什么呢 你考试的时候啊 班主任给你批卷 哎呀 有些地方算了 就是打个马虎远 给你分了 嗯 升级之后 有点像你高考的时候给你批卷 你稍微有点错就揪住你 就不放 所以他81的胜率呢 它实际上领先的可能也就是两目起 哦 两目 很小 两目对我们来讲 那真不算什么 是吧 可能随便打一个疏忽呢 就十目八目就没了 是 所以说 仍然可以断定这个起形式 仍然是大致是两分的 嗯 但是看到这个数字 我都到81了 那这个 数字好看 那这个 数字好看 离这百分之百只差19了 那这个已经很近了 至少比黑棋还是近多了吗 对 所以我给大家解释过 就是 呃 在现在的这个 以前的决议呢 还好啊 现在不断升级之后 变得厉害了 决议之后呢 大家对于这个胜率呢 不能太过于 关注给你 迷信 要不然你就 一点味道没有了 因为他太 哪怕是半不胜负啊 你比方说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前一段 这个在西南王的时候啊 呃 柯节的那个 不能说这个 高手 肯定是 都是世界冠军级的啊 嗯 这个 两个人对击过程中就是 一个人觉得我形势 哦 一 不怎么样 嗯 另外一个觉得我形势很好 但是最后呢 你用人工智能 用决议的一判断呢 实际上那时候 决议给了的胜利 其中一方已经95了 哦 但是他们的看法 是基本上反过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棋特别细 就是在半目胜负 嗯 半目胜负在决议 在人工智能眼里呢 可能是犹如天前啊 嗯 就是一方你就可以投降了 哦 但是我们人类呢 那没那么精确的啊 是啊 他就现在决议 他这个判决尺度太严啊 呃 呃 很小的优势 它给你的胜率呢 可能就非常的夸张 跟离谱 嗯 所以说这个按照我们正常的观点来看 就目前还是两分的局面 嗯 但是我看到了 我说的这个题很大 我还是很高兴的 对 所以你这个感觉不错啊 这个这个题呢 这个 但是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题大 这个地方呢 担心呢 不是这样这样一跑啊 如果你让人一跑的话呢 这个价值就不大了 这个地方 他之所以担心的是 黑棋这有一T啊 如果你要有一斑 你看啊 这个地方 黑棋这有一段啊 你不能提这个啊 你提这个地方 被一顶的话 全被断开了啊 所以你呢 这个断的时候 你怎么吃这个 我呢 那要如果吃这个呢 然后也吃一个 这个大的原因就在于这 黑棋交换成这样之后 已经便宜很多了 便宜在哪呢 你如果今后白棋再提这个的时候 哎呀 这个地方还能叫吃你 这个是令白棋非常难受的 给它包结一下吧 你这一提 他可以上面再吃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白棋这部提呢 是含有逆收的意思 如果你要不走 这被人家一贴 可能被人家掀手便宜 嗯 哎 就在这里 当然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 两人都没看吧 不一定是没看到这个手段 更多的是判断问题 这个判断也是为其最难的啊 对 是 这么空空空的地方 到底是值多少啊 又有价值多少啊 所以很难讲啊 这判断最难啊 所以我们看看实战 实战 米玉亭 白棋是走在哪里了 哇 这个 这个有点俗啊 我们所谓的俗手 就是这种啊 你把绝对先手走掉了 他是不是担心这边 黑棋有什么味道啊 他又来了一部俗手 哦 这个一般通常意义上都是俗手啊 他这个 我想啊 我的解读是这样 他不走的话呢 他是担心被人家这样先手跳一下 因为跳你再不动 一冲就受不了 嗯 然后以后再被人家打吧 他可能觉得有点难受 他是想化解这个先手跳 应该是意思 但是这样下的话 这个地方黑棋 我觉得够宽的 他难道不想着各种的打入吗 就像是这种啊 什么打入 这个地方 我赞同你的观点 要是我下我也会打入 你一天我就补一个 对不对 怕啥呀 我打入你能吃掉我吗 你也吃不掉我 是不是 是啊 其实要我下 我也是觉得这个棋很酥 但是 明依廷同学啊 他的这个棋的 我们说过一个特点 他就是比较直线 他这个棋如棋人嘛 他这个个性一样 非常直线 非常直 他这样下 他 你看都是命令型的 你不走 被我一打你也受不了 是 然后这样靠完两下 他就这边靠两下 他还有更俗 还有更俗 还有更俗 你没下的 那就是这个 对啊 你得把更俗的下完再靠 确实更俗的啊 但是他这不打呢 他可能担心被你打完之后打不着了 对打不着了 苏文中他在靠这个是吧 他倒是挺大方的啊 就把这块空就这么送给黑棋了 他认为这个给你他也不可惜啊 这个 这个我去咱们前面聊过啊 这其实是判断问题啊 这个判断是为局最难的 你究竟是打路便宜 还是送给他便宜 这个难 是啊 只能说风格问题吧 你比方上像我下的话 哎呀 我觉得这个送给人家心痛 对 我也舍不得 对 比较大方的人 你看明依廷觉得 这给你不要紧 为啥不要紧呢 因为你虽然得到了下边的空啊 但是你看我 这个也没有便宜 我这个也没有便宜 哎呀 你好我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明依廷认为这样 他也不错 和谐 嗯 然后他抢得先手 这个地方 他抢得这个拆二 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地方一定全都得姓米 啊 就是这个以后点三三 他是要什么 尖吃的 尖这个吧 这边薄一点 这边薄 这是经典的这个杀气手的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气还能 破掉白气 那这个地方明依廷就 太大方了 你大方你也得是有实力大方 是不是 你得是说我守得住这个空 你才能这边大方 对不对 你要是你把空送给人家了 结果你自己的空 人家一掏你还守不住 你这那是全都成客送礼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得有什么靠靠断断 你可能有点小便宜 但是女性一定不会让你全身而退的 这个地方一定是得注意啊 这个脚一定得是守住白气 然后 说着说着就来了 下一步啊 体验出谢科实力的时候 倒了 倒了一个 如果这一退的话 那就不是谢科了 这一退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没有威力 对 这一手段 这要打 要你搬的时候 我这个 才要这个先手便宜 这一党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漂亮的一步棋 是啊 我记得在实战中看到这步棋之后 敏仪廷也进行了一阵的小小的长考 这说明什么 他意料之外啊 对 敏仪廷没有想到这个地方黑线有打 你能下出对手没有想到的棋 基本上都是好棋 因为你下的每一步棋 假设都在人意料之中的话 那你没什么大的冲击力 那人家肯定不会跟你想什么好招 是不是 让你直那儿你胆哪儿 你说是你能有好结果吗 是啊 要是严厉人家早就防了 这一党 党那么一天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长考 显然是没有了到 对 最后他也没办法 尝一个 他这个 他不是 他是先虎了一个 他觉得这个搬还得防 但是他又不愿意搬这个让你先手便宜 所以他就忍痛 虎一个 这两手交换 我们可以看到这黑线便宜的有多少 是不是 这个三个本来就有可能 这个地方有搬是吗 对 这搬我不能加下来吗 那你 你吃我这一个字有什么用 你这个不虎 人家就有可能了 你虎了就是这个搬自然不成一样 是 我就说就是先搬 我有没有加 吃我这一个字不是也没什么用 那你不虎 你现在不补的话 人家自然有可能搬 所以你得补齐 这是补齐的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 你看这两手交换 这黑线便宜不便宜 你这时候呢 有可能是白走 因为你假设以后把这三个吃掉之后 你这部旗不是就白走了 那黑线这部旗可是很有收获的 这部贴细科下的好 也可以说 这部一贴细科这个旗呢 可能 胜率可能就涨了 有不小的涨幅 这个你看啊 这个咱们这件孟百合碑是吧 邪科的状态多好 从现在为止 你看看黑线哪 下得不太好了没有 即便是用着人工智能去挑 你恐怕也挑不出来 就不起 为啥呢 这个邪科这个 他这个准备的备战 非常的充分 这个 然后我们来看 可以起立一个 立一手 把这个吃掉 这手其实我不是太理解 因为按照我的想法 根据上万一个 这个前面搬这个图来推理 你搬它都是断的 是不是 那么你现在虎的时候 如果说我要搬一手 那你这个虎是不是 让你显得多余了呢 搬一手 这个已经把你拿下了不美吗 是 不香吗 这个是有点小小的 我有点不解之处 除非是 邪科还瞄着搬这个 这个还能瞄着 都唬到这了 对 它不是瞄着搬这个 我懂了 它是瞄着搬这个 搬这个还用 你冲的时候它这一断 这个时候它这个力就 发挥作用了 可是如果我这有长的话 您这搬也没啥用 那就算了呗 你有长的话 它就觉得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它就 也不要了吧 所以说我的理解 它是这样 它瞄着下一手搬 要不然这个地方 黑棋简单搬一手 可以 那么我们要不然 现在看一眼 再度请出 决一老师来 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式 好的 咱们看看贴过之后 这个胜利 决一老师反应就是快 马上 就给出了一个胜利 就是说这个棋上面 他认为黑棋 白棋要退一手 如果退一手的话 白棋胜率是36 那果然是我们说对了 谢哥下出了上面这一手 贴的漂亮的一手之后 整个胜利逆转了 所以你看了没有 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图 白棋胜率还88呢 81 还81呢 对 现在就变成30几了 你觉得出入很大 很刺激 精心动播是不是 那就是这个贴一个是吧 但实际上它出入没那么大 出入没那么大 那咱从数字的这个感觉上来讲 对 还是有点过山车 所以说现在你这个 看着数字啊 在判断形式就有点难受了 你 我们在底下看的精心动播 实际上两位对局者 觉得现在这个进行的还是 很重场 很平稳的 这个 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啊 现在呢 这个 谢哥因为上面下出了 这部贴的好手了 谢哥稍微占据了一点上风 我们再往下去继续看实战 好 其实有了这个数字之后啊 我们很多企友啊 都变成了专家 这个你一看就知道 现在黑好 白好 哪怕您说的那一幕两幕 他也能准确地说出 到底是谁好 是的 但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过度的去使用这个 去相信他这个事情啊 一定得 还得有一个这个 他选择长在这儿 这个决议的建议是 是退这个 不是 我刚才看是他跳一个 他长是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就这个局部要走的话 它 这还是有道理的啊 退一个是 大吃这三个字 可是你这样长 我这不投在外面吗 是啊 但是你吃太小了 你像人家这样一吃 你是不是吃得太小了 因为这个一吃的时候 你看啊 你也不能粘呢 对不对 粘就跑了 对啊那我只能反吃好像 那你会先先走向这个啊 先圆一下 嗯 这个是先手啊 黑鸡度过 对 然后再反吃 再反吃 这样的话你看这个 如果要一提的话 这边一打 就全都被包进去了啊 如果你要一尝 人家一粘 你一提一冲 还是这三个跑不掉 对 但是你这时候 你虽然死了 你看你这个吃得不大 没有吃得最外皮 然后谢科也是啊 回头了啊 这个上面又当做棋子了 对不走了 对那边飞一个 这不飞呢 其实就掉了 我看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点疑问啊 我觉得这个形状 应该在这里 掉到这里 因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呢 还瞄着这边它的软头 又可以瞄着这个 本身对这个地方形状 也是一不要点 因为这有一个断吃嘛 是 你再压我就搬 全都给你制住 这个可以说是一几双 对吧 这不飞呢 可能是只对救援这个字有点好处 当然这不飞 我们从实战 继续看一些就知道了 谢科有谢科的目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飞还 对 然后飞完之后 它又去哪里了 您刚才不是说吗 这个脚一定得姓米 到底他姓不姓米 谢科还是要考验你一下 谢科说这姓谢 是吧 那是强盗 如果这个脚姓谢 那我觉得这个 绝对不是谢科 这是强盗 这是强盗是吧 其实谢科这个我们说 这个他跟孟百合也挺有缘分的 因为谢科我记得他是 他是第一个打入00后 他现在是第一个进入世界大赛决赛的 对 他也是第一个打入世界大赛决赛四强 那就应该就是孟百合 因为孟百合呢 是现在举办了第三届了 第一届我在说的里面 我还参加了孟百合 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也是包揽了八强 我是最后一盘下完的 我也赢了一个韩国人 结果是也帮了一点小小的忙吧 那时候我已经做这个教练了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 能在世界大赛之中 还能有点这个收获 所以说孟百合 我对他这个印象特别深 他对咱维系也非常支持 对 所以说我觉得吧 也是非常感谢吧 我感觉的方式当然比较直白了 我可能就是用点他们家的产品 我觉得还挺好用 我就用 是什么咱们只要支持围棋的 打开电视 我们就要看央视 是不是 然后各种的 只要是赞助围棋比赛的 我们都会用实际行动吧 作为一个围棋工作者来支持一下 这一靠呢 这个谢科呢 显然是认为这个地方 不能是白的 对我没看懂 他不能全是白的至少 这个地方 他的后续手段是什么 那如果让我想的话 你都靠了 那可能也就是这 你比方说你扳 那我就尝了 你扳我扳 进去 然后再扳 这时候我另一个很重要 千万不能连扳 对连扳我至少可以活上一个小角 没看懂的就是这个 这个难道不是死棋吗 即便是这个 谢科这么高的水平 我也得敢于质疑他一下 咱们得有这个质疑精神嘛 他怎么活呢 那是不是我下的太简单了 不是你下的 后来我还专门验证了一下 也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我用这个人工智能验证一下 人工智能也认为这个地方 就是活不出来 就没什么办法 没有 就是这边也没可能是吧 就这边靠一靠 那你这个太损了呀 你看我办底下 你这边没有那么大便宜 所以这靠一个 究竟是谢科这个葫芦 林卖的啥药 对呀 他怎么想的 不懂 我们要解开这个悬疑 只能等到比赛完之后 您打个电话问他 批评他 谢科你这其实是怎么想的 怎么就死进去了 对对对 他的后续手段是什么 好像没看出来 靠完之后 谢科的下一手 到这来了 又靠一个 这到底是东一郎头西 踢棒子还是全局思维呢 这个思维的跳跃性 确实是太厉害了 这个我完全想不着 这个正在想的那地方 怎么出奇 他又跑到这了 但是这两部戏有关联吗 其实我也有点怀疑 好像现在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谢科可能 还是在那个局部 发生了一种 错觉 不可知的错觉 其实那部戏没有那么太多的妙用 可以理解成一个小小的失误 所以说谢科马上到这来批命 是 如果你这一扳 那他就趴插这一段 这个比较头疼 一尝的话 他这地方什么一冲 一段一打 都来了 所以这地方 米亦天也 尝一个 对 把它要 还是要大吃 然后它继续再往里拱 如果你要扳的话 它这一冲 你一扳 它这一虎 瞄着这 就这么直接 身体正好 就这么冲 这地方你别看 好像黑漆很危险 但是你白漆 要真想制住 它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说 米亦天还是先 把这边的借用防住 对 那你这边的问题又出来了 这一扳 你看 这个谢科你说多难对付 这地方又形成了一个杀器 这个显然是 双方谁也杀不掉谁 形成一个结症 是啊 这是一个结症 在这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结 对 我们就所以说 可能是谢科发现那个地方 发生失误之后 这地方就来厉害的了 来拼了 我还以为是造尖呢 我想着这个 这以后难道点脚不是结吗 对啊 这个是我现在一个小小疑问 反正我现在还没有看出来 它有什么妙味 然后 然后 这个地方开始打结 然后呢 米亦天这时候呢 他选择了一个虎 这不起受到了 人工智能的批判 欲杰先提 这不是我们为其格言吗 不提了 这不虎啊 是这个 他的局势呢 进入了一种不太理想的状态 人工智能认为这应该提 提他显然是怕这个 因为这一尝 最后 最后 最一冲 活了 但是人工智能认为 你活了呢 嘿嘿 不见便宜 这个的太难理解了 这个一般我们来想 我们来想 就活了还不便宜啊 都活成这样子了 对啊 这对于我们来想 这个白皙不可接受 但是人工智能说 你这边虽然活成这样子 但是我外边这一掉 可以找回便宜 这样下的话 白皙还是形式不错的 这个 如果这样的话 胜率50以上吗 要不我们还是请局役来 来来来介绍一下啊 如果这么下成这样 胜率是多少啊 你这比说我有点记不住了啊 我记得这样 白皙胜率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啊 因为这个 但是我就是想说 这个不太有理解啊 它就是好在哪儿 这个不太理解 这个活得太大 我也非常的吃惊 所以您说白皙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啊 决议的 决议 这是实战的变化啊 这个我们是不是 不是要求的这个 我们实战是说 它不虎 不虎去提洁 让黑皙活 这个变化怎么样啊 这个棋呢 对于 所以说这个 决议现在有些东西啊 它已经太深了 已经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了啊 就是这个图啊 我们来看看啊 决议推荐是这个图 如果说白皙去提洁 把上面那个救活 让黑皙这边活掉 白皙的胜利是84.7 太不可思议了 我简直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就特别保守问 真的是50以上吗 因为我觉得 黑皙的这右边 活得简直太舒服了 对对对 这白皙还能好 太难理解 这白皙真的好 所以说米玉亭实战这个下方 我太容易很理解 这样下方符合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是 虎这个 因为你虎这个之后呢 你一粘着这里还有棋 白皙没有死 这个棋接下来下一步啊 米玉亭出现了一点失误 这个时候呢 实战米玉亭是打吃这个 这个地方呢 人工智能认为应该飞 这个飞一个是好棋 飞一个因为什么呢 你不能接 你一接他要一走这个的话 这个结 这个黑皙就死掉了 这个结或者说黑皙太重了 黑皙再打就太重了 所以说走他如果点这个的话 黑皙可能只能这样打去 那这样马上开结呢 对白皙来讲是一个景气 而且白皙接下来 这边三个还有便宜 这个是这个人工智能推荐的 实战呢 这个米玉亭出现了失误啊 他这个地方选择了打了斑 他当然他也有可能也没注意到 谢科这地方有个铺 我们看实战啊 他这边有个铺 他先铺一下 然后再吃 你看这个铺的作用是什么呢 当你再走这个的时候 然后他提 你再粘他 这个结现在对黑皙太重了 黑皙比较轻了 黑皙已经吃掉四个了 这个地方呢 米玉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啊 他没有想到这个地方 谢科有一个先铺的好手 是 那么这样进行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 谢科当成勇猛的一碰进去 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结 那他肯定还是有收获的 对不对 因为这地方本来 收获很大 都是白皙的空啊 现在这变成了一个结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 实战 然后这个时候实战 米玉亭选在这不跳 这也是好棋啊 这也是震验出米玉亭的实力 搬跟跳 建合 黑棋就鼓一个 这样呢 因为这个地方米玉亭出现了失误啊 那现在呢 这个棋呢 形式又变得难讲起来了 然后黑棋 下一手 继续提 提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 本来这地方不是打结吗 但是多了这个提之后 这地方白皙已经死了 我们或许会有个疑问 这一团 不是还是个结吗 对吧 这一提 哦 这是连环结 但是黑棋这地方有个扑 他扑在这里 你提这个结 他提这个结 对 就变成连环结了 是 也就是说 黑棋把这一 白棋吃掉 似乎还是不下的 嗯 然后实战 然后白棋 黑棋搬这个 不是 白棋现在选择这是跳的一个 对 白棋先 因为它补了一个嘛 对 白棋先跳 这不跳呢 也是一个有点小小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 这不压啊 这个人物正能认为是最大的地方 因为这不压完之后 这个字可能就惊吞了 嗯 实战这不跳呢 可能米玉亭还担心 那地方有什么起来 对 因为你 你毕竟靠了一手嘛 但是实际上 如果那个地方有起呢 起颗早就来了 不会等到现在了 下班 那它就长一个就行了 你长一个时候的话 人家这地方可能有这个便宜 这是后来我想的 哦 不是用这个爬了 是换到这儿来了 你要尖的话 我再爬那里边就活了 嗯 所以点这个时候 你可能只能尖这个 哦 顶也不可以尖 对 它这样这一拖 你再搬下来的时候 人家多了这个打的时候 这地方你可能喂不住 哦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搬的时候 哎 米玉亭还选到吃这里 这还没有问题 因为它这边多了一个 跳了已经 也因为那多了一个跳 嗯 但是无论怎么讲的 这个地方 嗯 然后你吃 打吃 提 然后挖 哎 这部起下得非常好啊 因为现在黑棋在这地方 获得了很多的实力收获 嗯 白棋的收获是中间的形式 对 如果说黑棋能把白棋这块 这块的形式给限制住 嗯 那黑棋这地方实力收获就非常大了 啊 所以说现在胜负的关键是 这个地方 黑棋要不让白棋中间出现大空 是 这不挖就是好棋 啊 然后白棋也看看 分解分解 因为如果你要吃这个的话 你被人一粘 你不明显被人家便宜了吗 嗯 所以说米玉亭 反击啊 然后给它长 粘上 它再断 断掉 我们一定得记住啊 这个地方 黑棋的重要啊 就是把中间的白棋的模样的潜力给消掉 嗯 黑棋现在全局实地是领先的 因为上面吃了一块嘛 对 但是现在 那重点看这边的一个战斗是怎么回事 对 然后黑棋站 把棋吃过 哎 对 你现在呢 你看看啊 这个棋 嗯 如果说你要这样一跳的话 你要就能活了 那自然是好啊 但是那米玉亭估计不会放过你啊 这一次 这周围毕竟太厚 肯定是要总体的要 黑棋很危险 全吃它 对 所以这地方谢客也不敢跳 啊 你看他选择的是 先跳底下 它是跳这个 哎 他瞄着这个 让你补 如果你要补的话呢 他就可能会有采取其他的不同的下方了 他补之前想着先给你滚包吗 他也不肯补啊 他不是滚包 如果你要敢冲的话 哦 他就尝出来啊 他就直接尝 哎 让他再尝 你这个走这个 这一尝 你这 只有一二两口气 人家这地方 嗯 有 你三口气啊 对 你要吃完之后 人家有三口气 跑不掉 所以这不靠呢 也是非常厉害的 哎 那如果这一靠这个 黑棋现在就没法走 黑棋有招啊 你看啊 人家是两位高手 为啥是高手呢 人家吃这个 吃我就先提了呗 哎 叫去 哦 再吃一个 这时候如果你要沾的话 那人家再冲 这地方刚才 黑棋是两口气 嗯 经过这两手浇化 就变成三口气了 啊 多了一口气 你就不够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一定得注意啊 啊 嗯 他先吃一下 这吃是先说 对 这是他的一个决心 然后再吃这个 这个下得好啊 这个斜址 吃 那沾上 这不沾呢 可以说是如果要明天要沾 又输了的话 这就是一步败招了啊 因为这不沾呢 呃 忽略了这半期的关节啊 然后这个冲出来了 所以他这时候他应该吃这个 他应该把这个干掉 就是又一个转换 那他就提 如果你提他就沾这个嘛 没关系嘛 他这个潜力都护住了啊 是 给你吃那两个没关系啊 嗯 如果你要冲他再沾 再对你进行整体攻击 吃这四个的价值 大于就会那三个的价值啊 是的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容易随手啊 因为叫吃你肯定是想着 就随手一站的 第一感是站 但是肯定得在防住这个吃的前提下呀 对 但是这一吃你现在就不能跑了 你只能打这个 嗯 那么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问题了啊 这个棋目前 黑棋全局实力是领先的啊 黑棋就是把白棋中间的 潜力也能破光 黑棋就占优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这一个一个全都救回来了 这还整了一幕 啊 所以说黑棋现在如果这四个能够 中间这一拖啊 如果能比较妥善的处理 那这些黑棋就不错啊 那现在 我们再看黑棋怎么处理 那白棋肯定要是总体的要吃 它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吃肯定很难吃啊 所以说还是选择先收控 然后它 它就先 逃跑 这个这个斜科还是判断很清楚的啊 对 然后跟家具联络 然后做盐 这怎么联合籽啊 还瞄着这个呢 嗯 还瞄着这个冲呢 这个练回来三个肚子 但是白棋肯定是想 就是总体吃它 才不顾那个 白棋还是要攻击的 对 贴住 哎呀 攻击的 贴一个 贴一个 一个手 目前为止呢 这地方您现在觉得 谁的危险系数高啊 这个黑棋死肯定不会死啊 这个这个眼型也很丰富啊 就是你还不能活得太惨了啊 因为你现在时控里 你现在不是一大把 不是吃了一条巨龙啊 毕竟只吃了几个子啊 是 不能活太惨了啊 但是谢科呢 现在 因为我们知道 孟百合杯 它这个比赛的赛制啊 是比较特别 它是每方三个小时 对 所以说用时是比较充分的 但是呢 再充分 从上午十点下到现在 你想想 这都已经都下了几个点了 下累了 对啊 已经也快度秒了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时候呢 一般的时候呢 谢科出现了一个失误 哦 这个时候 现在黑棋虽然是实地领先 虽然活了 妥善处理这个就不错了 但是你一定注意 你不是说领先特别多 你不能肆意地挥霍 这个接下来 谢科就有点保守了 骗子 这时候人家都能建议 连扮这个 这个比较狠啊 你吃的话 就这样 接下来瞄着你酸吃 然后他再吃这个 对 如果你粘呢 我不用说了啊 你要吃这个的话 我就这样 那我就不是连回去了吗 都连回家了 这样连回去呢 这个 以后还能跑这个 嗯 黑棋比较美 这个地方呢 谢科稍微有点手软 估计有点优势一优势啊 他选择的是虎这个 虎一个 他也不敢长 他长还怕人点 嗯 这个有点误区啊 这个有点误区 这边也一揍 打吃 嗯 粘上 一粘 他再一粘 你看 这个地方 黑棋 白棋有可能会膨胀出木树 是 然后接下来 更重要的是 这个棋 他得给它卖掉 本来是可以冲出来的 这本来一冲 还有十几木呢 对啊 送给人家了 送给人家了 这个两手一交换之后 黑棋的木树已经优势 做生无几了 哦 肯定嘛 我觉得黑棋的优势意识比较浓 所以说 他没有预料到 最难的是判断 对 就这么两手棋 就把优势给挥霍了 对 最难的是判断 他觉得这样够 但实际上这样形式已经很细了 是 我们再看 这个拐非常大 先手把三个给揪回来 搬 搬一个 再冲一下 接上 这个黑棋粘入 现在两个人进程都很快了 因为估计也差不多快读秒了 收关了 然后 然后该摆起了 对 摆起走哪去了 这个大 这个大拐有鲜手味道 那你走了这个呢 黑棋肯定要 对 这拐很大也 这俩是一人一个 现在这形式比较细 半斤八两 然后呢 那边团一下 团一个是鲜手 这是黑棋石提 中间翻一下 现在肯定没工夫吃 因为中间还有点小眼味问题 他选择这连斑 对 这也比较凶猛 打吃一下 打吃 那我给人接上 他想从这吃 然后虎一个 这是鲜手 这不走这一冲 有吃子 粘上 粘上 然后他再把这个接住 对 这些真是要形成关子 这样了 这个二路肩很大 对啊 现在就完全就是收关了 然后 冲一下 这您的权利 这边冲一下 然后 冲完之后呢 中间打一下 冲完之后走哪里 中间打一下 打一手 然后 接上 这个是要接吧 长出来 对 这个肯定要接 是长那个吗 对 那还瞄着这个点是吧 尝这个 再尝这个 那这个再靠一个 扳 扳 很紧凑啊 但是这个地方 白旗子很多啊 白旗应该不怕 白旗 对 弯一个 我感觉自己说 黑旗没有便宜 贴一些 黑旗感觉是贴 我就接上 这一旁有加持啊 是不是 您说这大我赶紧抢 那还好 把这个最大的抢到了 是 那我挡住 这个旗我感觉是应该是白旗烧战上风了 这样下起来 因为黑旗好像就是那块撤完之后 就觉得自己又是挺大 对 其实我也觉得黑旗又是挺大 活得太保守了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这个劈啦啪啦的 为了追赶实战进程 有点快 我们请这决议老师 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 对 进行到现在 形势究竟如此 如何 我预测是白旗占优 因为感觉黑旗下的太保守 太委屈了 是 咱们更直观地看一下 到底是实际 黑旗胜率17 那就是白旗83 对 那说明还是很细 因为我们说过 现在决议很严格 现在到现在为止 如果是黑旗还有17个点的胜利 那可能白旗有领先的 就是一目半目 就是这个级别 那我们再往下看 很细 黑旗虎这个 对 这是先手 把旗的沾上 沾上 然后 把这个接上 因为这地方有加 这个接完之后 这还有哇 这个接很大 那白旗这个 补补呢 这是一个悬念 我们看看实在 先 后这个 对 这个肯定是他先手 这个是先手 这个你得走 那这个还是有个哇 我觉得得补吧 这个地方 其实没准白旗也独秒了 然后就先走一个 然后想想 这些还是补了 对啊 这是无有解 赢旗不闹事 都赢了 那刚才咱们不是看了吗 这白旗胜率这么高 那看来你还没吃过 决议胜率的苦头 这个决议胜率不能太相信 现在他给出的胜率是白旗88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棋局的 根据经验吧 要换成这种墓数 可能就白旗领先 不超过一墓半 两墓都多了 两墓估计它就是九十几了 就都接近一百了 你想想这些 哪地方稍微有点出入 那都会陪回去 所以现在仍然是很细 但是我经常就是听到 他们这个业余圈里说的 这个职业棋手两墓棋 就已经是尖如磐石的 这个是那个盘 不是盘面石墓的这个石 是尖如磐石 所以说盘面石墓 黑旗是无论如何都输不出去的 我们知道黑旗本来就要铁板 所以现在你根本就 不会领先那么多的 现在就白旗 不超过一墓半的优势 所以我就说两墓棋 他们都输不出去了 然后黑旗 冲这个 冲这个 冲得着吗 冲得着 那还黑旗是吧 还瞄着有点小收气 中间打吃 这以后这一打 还有点小收气 这可能就是黑旗的优势所在 这个白旗有点难过 白旗干脆就脱线了 白旗上面挡去了 然后黑旗打了 这个我觉得这白旗不妙了 因为你这个地方被收气 相当于本来是你家地盘里 被人家白白的就给 就给走去了 这以后这万一一扑着 还出麻烦了呢 是 这个白旗不妙了 这个难受 你要从实战对局的时候 你心情也不好 这个是不是就得算成人家兜里的 对啊 这我一粘还是先手吧 这一扑以后还有接不归 看它实战 它实战顶一手 顶一手这也得粘上 它先反冲 您不能打 那被吃掉 反冲是先手 那这肯定得粘 翻粘了吧 它要管在这里 管一下 它要干什么 这条大龙整体被一粘 不会还有巨沙吧 太有追求了 我们再看看它是什么个意思 那白旗就提掉了 这个地方他们两个 那这个黑旗也不亏啊 黑旗是挡还是吃这个 应该挡吧 黑旗这个是它的先手 先给它搬粘了 收官的时候 这是先手三目 不可忘啊 然后黑旗面临的选择是挡还是扑 扑一个是六目 挡一个有可能有先手三四目 有点难 看它选哪个 挡一个大 说明你 谢科有可能看清楚了 有点迎起不闹事呢 那个劲儿 怎么变成谢科迎起不闹事了 那它怎么现在不拼呢 它这也不粘 那个也不走 真的吗 那它是不是有点安乐了 对啊 我始终都觉得 这个不是白旗还不错吗 这个接着先手 因为那白旗呢 下一手扑很大 是 这个虽然从招式上看起来 好像谢科仍然很淡定啊 但是它的形式 其实是淡定不起来的 因为现在白旗 我们说过 至少有一目半的优势 对啊 但是你在现在都已经快 棺子都快没了 这一目半你可不好注意 对 因为已经没地儿拼了 对 然后这斑 这个也是先三 因为产生的这个断吃 跟这铺的价值大了 半斤八两 但是你那打吃 还有一个打结的可能性 那我先把中间铺了 他先把这个吃了 这个也是接近六木 那他自然是要吃这个 他先虎这个 这个时候 我相信啊 因为木买河杯的独秒制 也是五次一分钟嘛 对不对 60秒之内 时间很充裕 人家肯定看得清 没问题 想这么一个关子 我觉得对他们轻轻松松 所以说现在这个棋 应该说是双方都快看清楚了 是 这个应该是白棋呢 是已经牢牢地控制了的局面了 对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这后方老师告诉我们 决议给出的胜利是99.6了 对 这回您这个肯定应该给白棋判胜了吧 0.4它就是要超时 还是怎么着意外了 这个就正常进行 确实是白棋已经赢了 但是白棋其实确实是没赢多少 白棋比较这个微弱的优势吧 那可以说是能够拿下这半棋了 是 那目前呢 那米玉亭的比分就是2比1领先 对啊 那说明米玉亭可能跟孟百合的缘分更好 更深一点 你看孟百合米玉亭好像挺山 挺押韵 是不是 是不是 那究竟他们谁能拿得这个孟百合的奖杯 那咱们呢 还得要继续关注孟百合的决赛 我们在5月4号的同一时间 还是在下午1点半 CCTV五家频道呢 依然为大家带来第4届孟百合杯的决赛 请大家要准时关注 那时候让我们见证一下 到底是米玉亭直接捧得冠军 还是谢科又把比分追成了2比2 对 米玉亭现在获得了赛点 2比1领先 对 我想呢 那一盘棋才是更为重要的 对 谢科已经退无可退了 好的 总体上这盘棋 我觉得它双方还是发挥了非常高水平的质量的 对 这个棋 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一盘 仍然能给我们奉献出这么高质量的棋 让我们能够看个过瘾 是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